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7月13日礼拜三 早上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第二期的消费券 会在8月7日发放 特区政府今次新加入了一项的要求 就是市民如果要拿消费券的话 必须是没有已经永久离开了香港 或者是意图永久离开香港 近日陆续有些市民收到了短讯的通知 说他们之前是曾经提早 拿过这个强积金 于是乎就是不符合领取消费券 有部分人就吵到上媒体 就说这个安排对他们不公平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特区政府发给那一批市民的短讯 是怎样说的 短讯的内容就是说 2022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 由于你是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作为理由 提交了有效的申请 以提早提取强积金 或者是职业退休计划下的利益 我们认为你不符合没有以永久离开 或者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要求 故此是不符合计划的资格准则 你不会获发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如你对此有意义 可以在十四天内以书面提交你的申述 至到香港邮政总局邮政信商185000号 其实说得很清晰 就是这帮友仔 他其实就在之前的若干时间 是申请了提前拿回所有强积金的权益 就是拿钱走 是有这些人的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一直都有的 这帮友们当然是偷鸡 有部分人根本上 就怀疑 是作出了虚假的陈述 做假宣誓 但是这帮友 其中一部分 相当大的部分 是蓝丝来的 现在就吵到拆天 说没得拿这五千元 好了 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吵 其中一位收到短讯的市民 康女士 就直言感到错愕 他就解释 大约在十年之前 因病选择 永久不再工作 而去到民政署宣誓 提早拿回强积金 但是当局这次的信息 就以永久性离开香港 作为拒绝他领取资格的原因 他就说自己和老公住在公屋 质疑当局的做法是不合逻辑 要知他有没有移民 就很容易而已 他又认为 即使有离开过香港 回流之后领取消费券 也是无不妥的 是不是有提取过强积金都不合资格呢 他就强调 不止是在最近三年才在香港生活的 而是一直都在香港生活 没有离开过 他形容被取消资格是莫名其妙 当然了 这个就另作别论了 因为这个他就是以生病永久不再工作 来宣誓拿回强积金 合理的 所以这个康女士 麻烦他就去申述了 提交你的申述 去到香港邮政总局邮政信商185000号 这个我认为他是应该争取他的合法权益的 因为特区政府搞错了 那就就着这个个案而言 因为这个是HK01的报道 不要紧了 他喜欢拿一些摆乌笼的来说 好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早拿回强积金走的人 那些是不抵可怜的 不要这么濫情 麻烦 好了 同样接到通知的市民金先生就说 他在两年前 是提前拿回所有的强积金了 但是他就强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香港 就连护照都没有申请的 他就担心 这次一旦福检失败 往后类似的福利也会失去领取资格 他要求特区政府派钱就派得好好看看 大方点了 这个金先生就有问题了 他既然是由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香港的 那到底他是以一个什么原因 来提前拿回这一笔强积金呢 如果他说自己是患了重病的 没有办法再工作下去的了 那又是麻烦他提交书面申述 去这个香港邮政总局邮政信商185000号 那这个是你合法权益 是应该拿回的 我也赞同 但是如果他是涉及到一些虚假的陈述 或者是发假誓 来到去欺骗积金局 或者是提供强积金计划的机构 那这个就涉嫌是违法行为来的 实际积金局根本上就应该来到去看紧一些 那些人根本上是南庸永久离开香港 作为的原因 提前拿回这一笔钱 他没有走到的 护照也没有的 都可以走到这个漏洞 那当然就是监管不力了 而现在你针对那些 移民了去英国的BNO签证的人士 就执得很紧了 拿BNO签证你又不给他 给了水电煤气费单给你 给了那些粮单你都说不给 那这些你又给了 濫批的吗? 就是监管都不力 好了 现在他们说没得拿这个消费券 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揽炒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特区政府设这一条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 作为理由 来提取强积金的话 那就不会符合到没有以永久离开 就是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要求 这一条本来就是针对那些 新近移民去外国的香港人的 那他怎样来判别一个人是否有移民呢?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用永久离开香港 作为理由申请过提前拿回强积金了 因为你移民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向特区政府申请 又不需要报备的 那他怎样来判别呢? 就是拿这一条来判别 那他拿了这个准则 变成了有一群蓝丝 他之前曾经用相同的原因提早拿钱的那群 就揽炒了 那至于为什么有这群人 他们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对着媒体来申诉呢? 伸到树叶都落呢? 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可能当自己是拿正牌的 当初他们有些人的passport都说没有的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香港 但是就提前拿回强积金了 而且是用永久离开香港作为理由的 那这群人你就要不去调查一下是不是?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大声的 明明都其身不正 一查之下 如果他们是用一个虚假的陈述 那就糟糕了 你为了拿这五千元 然后就惹到一身矮 啊 根本上是发假事当吃生菜嘛 是有问题嘛 本来那些真是永久离开香港的 新近的移民 例如是拿BNO签证那一班 五加一那班 你又不发还给他 这些乱例那些呢 你又发还给他 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政府发言人的回复就说 有关短讯是由消费券计划备书处 以特定的电话号码发出 由于登记人是曾经以 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理由 提交了有效的申请 以提早拿回强积金的利益 故此就认为他们表面上不符合要求 故此就拿不到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发言人就补充 现时强积金计划的成员 以永久离港作为理由 申请提早拿回强积金的利益 是需要向强积金 受托人提交申杀表格和相关文件 包括已获准在香港以外地方居住的证明文件 以及一份有关永久性地离开香港的法定声明 因此认为曾经提交有效申请的登记人 并不符合消费券计划下 没有以永久离开或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要求 发言人就继续说 如果收到有关短讯的登记人 认为自己并不是已经永久离开 或者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 他们可以按短讯的指示 在收到短讯的十四天内 以书面向计划秘书署提交申术 秘书署会考虑他们提出的理据和证明 覆核他们是否符合计划的资格准责 那就是说 他们又要拿回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 他们根本上是没有永久离开香港 甚至乎是没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 那到底有哪些人是可以上诉成功呢? 我认为是可以分到有几类人的 第一就是好像报道里面所提及到 那个康女士那样 他根本上就不是以永久离开香港作为理由 来提前拿回所有强积金的利益 是那个消费券计划的秘书署 摆了乌笼搞错了 那这帮人当然是可以拿回啦 是不是? 好了 第二 就是那些真的曾经用永久离开香港 来申请提前拿回强积金的人 那些钱是拿回的了 那他又真的有一段时间离开了香港 去了其他地方生活 比如说大陆这样就算了 那但是呢 他拎了两三年了 或者拎了若干的时间 他拎不了也好 或者是他不想再在那里拎下去也好 那就回流了回香港 又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这帮人呢 又是有机会拿回的 但是他们必须要提交一些证明 什么证明呢? 就是他们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生活的证明 比如说在当地交一些水电费 或者是交租的那些 这样的 彭证等等 或者是在外地的粮单 你要有一些证据交给 这个秘书处 才是上诉成功 如果不是像这个金箱 他根本从头到尾 连护照都没有 他又没有离开过香港 他就用这个 就是永久离开香港作为理由 拿回强积金了 那这些是没有了 因为他本身偷捕嘛 我不是说提前拿回强积金是不合理的 我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提前拿回的 但是规矩就放在那里 你没得拗的 是不是? 你自己根本上是有班人发假誓 或者是虚假一层述 那他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拿回你 如果是无憑无证的 怎么拿呢? 那豈不是自揭仓巴 让特区政府知道你发假誓? 所以这班人想清想错才好去申述 那当然我也认同是 特区政府派这些消费券也好 派钱也好 是应该派得大方一点的 你左审右审为什麽? 无非就是要针对那些移民人士而已 谁知道现在找了这班蓝丝 来去揽炒中伏 那是我想意料之外的事 但是我相信制定这些准则的官员 亦是想不到 有这样的副作用在那里 那如果他们一早想到 他们就用另一个准则 比如说有没有去税局清税 诸如此类 但是现在没有了 拿了强积金作为一个准则 实际上我就认为 特区政府如果这麽麻烦的话 就应该多派几期 来去抒解民困 无论你派钱也好 派消费券也好 因为你都反正制定了 那么多东西出来 不争再 恒常那样派好过 反正那些钱都不知道 要去哪里了 抑一下市民嘛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